以故赌王何鸿燊三房千金何超连去年四月嫁内地男星斗销 婚后事业心重的她继续马不停蹄四处飞忙工作 上月初中回港陪家人杜碎 继上周一26日为35岁生日的姐姐何超云庆生后 2024年3月3日她在于社交网贴出一家四口罩 和妈妈三太陈婉珍七十大寿 本月1日是三太陈婉珍的70岁生日 昨晚何超连于IG分享与姐姐何超云和龙凤胎弟弟何友启 一起为母亲三太陈婉珍吃饭庆生的合照 她简单写道妈妈生日快乐 照片中所见三姐弟在高级餐厅为妈妈过寿 特别准备了两个分别写上 福 寿二字的巨型寿淘宝 其间三人合力用手比出一个大星 之后又齐齐向妈妈送上香吻 逗得三太陈婉珍笑逐颜开 但三名子女的另一半都没有出镜 未知他们可有鞋卷出席 近年含有露面的三太陈婉珍 当日一息心打扮现身饭局 她更易改向来低调优雅风 以白色西装外套搭配黑色内搭 外加黑色军帽 大走时髦精致路线 亦不失高贵气质 即便只是薄湿之粉 但保养得宜的她一点也看不出已70岁 格外显年轻 远比前两年生日时显得年轻有活力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网民纷纷大赞一家高颜值 一家人都亮亮啊 妈妈好有气质 妈妈tip的好好啊 当中有人一催促何超莲 赶紧造人 让三太陈婉珍可尽早报孙 何鸿燊三房太太陈婉珍 三月迎来70岁生日 在生日当天 三房子女齐聚一堂为母亲助寿 而在外地工作的何超莲 还连夜搭飞机赶回香港 参加了母亲的寿宴 可见孝心满满 三房如今秉持低调的姿态 什么事情都不张扬 而像伴寿宴这么隆重的喜事 也处理得小心翼翼 只有何超莲在母亲生日当天 晒了一张寿宴的图表是 为母亲助寿 时隔几日 何超莲才终于晒出了 为母亲助寿的全家福 不过照片中只有陈婉珍与三个子女 何超莲低调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两张为母亲助寿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的人物都一样 即是陈婉珍与子女的合照 第一张照片只见陈婉珍坐在一张摆放了 福 寿两个寿包的桌在前 女儿何超云 何超莲在她的两边 儿子何有起在身后 撒子女摆出亲吻的姿态 陈婉珍坐在中间眉开眼笑 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感 第二张照片的场景相同 不同的是 撒子女站在陈婉珍身后 摆出了爱心的姿势 陈婉珍依然是一副幸福洋溢的状态 上一次看到陈婉珍打扮的比较正式的出镜 还是在2023年6月的时候 当时陈婉珍出席香港乐剧艺术团的开幕仪式 她是这个团的创办人之一 所以要主持大局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陈婉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就连日常都很少露脸 时隔大半年 见到陈婉珍的生日宴照 还是可以形容 只要稍加打扮 陈婉珍的状态还是不错 生日宴当天 她显然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穿了白色的西装外套 搭配黑色的打底衫 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 胸前还挂了一个猫头鹰造型的挂饰 整体看上去很大气 很端庄 温婉 不说保养的多好 但是还是显得十分贵气 到底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美人 即便已经老去 仪态 气质也还是出众的 陈婉珍已经七十岁了 岁月不留情地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 是变得富态了 皱纹也越发明显了 但这才是人的必经阶段 而即便老去了 还是能在她身上感受得到年轻时 她的风韵以及魅力 否则又怎么让赌王何洪生垂涎 翻看陈婉珍年轻时的旧照 完全可以用楚楚动人 美丽大方来形容 陈婉珍不是大户人家的名媛出身 甚至可以说出身一般 因为家里姐妹兄弟众多 早早就出了社会成为了护士 并且有幸成为了照顾何洪生原配夫人的护士 因此得此良缘 与何洪生日久生情 陈婉珍出身一般 又没有高学历 与其他房的太太相比 她既没有二房太太 那么犀利能干 有一套过人的育夫之术 又不如四房太太 强势有野心 能被何洪生看重 纯粹就是颜值上的优势 年轻时候的陈婉珍 长得就很温婉动人 就是一副人畜无害的姿态 的确她的性格是内敛的 低调的 甚至一开始 根本就不懂得为自己争取什么 所以明明是何洪生三太太的身份 结果比四太良安琪 还晚公开露脸 但反过来说 正是因为她这种内敛 低调的性格 也许也是何洪生所喜欢的 毕竟二太太与四太太争锋相对 她有时候也需要安静地避封锁 当然在豪门如果没有所谓的 一技之长 纯粹是靠颜值 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陈婉珍也是一个 反面教材 她因为不够强势 不懂得争取什么 所以一直处于弱势 以及被动的一方 若不是后来二房有意地 拉拢三房来对抗四房 陈婉珍还真是没有机会 分到何洪生的财产 所以陈婉珍虽然是赌王三太太 但是赌王在世的时候 他的日子要说多风光 多开心 也真不见得 于是在陈婉珍身边最亲近的人 除了子女 也就只有娘家人 而与这些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是真的放松与自在 随着何洪生分产完毕 陈婉珍不再需要为争产烦恼 之后 何洪生也离世了 陈婉珍所在的三房 也真的能独立在何洪生家族之外 如无必要也懒得往来 陈婉珍的人生 也终于能够完全由自己主导了 如今他最亲的 依然是三个子女 以及娘家的人 不要说逢年过节 就是日常 与之相伴 也是子女与娘家人 人生活到了古兮之年 有钱有势 又何所求 最终能求的 不就是儿女孝顺 健康长寿 在目前来看 陈婉珍也都求到了 三房子女 谈不上有太大的成就 但姐妹兄弟之间很团结 和睦 而陈婉珍目前的健康也不错 福气满满 这些就是她最好的生日礼物 三月三日深夜 三十二岁 赌王最亮千金 何超莲在其个人社交账号 更新一则动态 傅文称 Happy Birthday Mom 并分享一张全家福合照 温馨满谢 原来三日这天 急农历正月二十四 恰逢已故独王何鸿燊三一太陈婉珍 安娜安的七十岁生日 西夏两女义子接返岗 为母亲热闹祝寿 曝光合照中 只见端坐在C位的 寿星女 陈婉珍 身穿白色干练西装 搭黑色高领针织衫 头戴黑色贝蕾帽 雍容华贵 胸前一条 猫头鹰 壮得吊坠项链 寓意着长寿 好运 十分吉祥且喜庆 从照片背景来看 庆生地点位于 布丽镜五号大宅 是当年1996 何鸿燊亲自所赠 这套超级山顶别墅 比实系 1.26亿价格成交 如今市值超过 十亿港币 一直登记在 三太陈婉珍的名下 母亲生日这天 仨子女 除了贴心背上写有 福寿 字样的寿陶之外 还共同摆手势 比出爱心形状 何超连与姐姐何超云 更是主动献吻 弟弟何由其 俯身亲吻茂言 其乐融融 据悉 1953年生人的陈婉珍 集贯广东新会 澳门某一科护士学毕业 1980年 受何鸿燊原配李婉华 大房太太赏识 成为私人看护 期间 何鸿燊与陈婉珍日久生情 并将其纳为三房一太太 后者分别于1989年 淡下一女何超云 以及在1991年生下一对龙凤胎何超连 何由其 值得一提的是 当何超连晒出全家福 为母亲助寿时 评论区不少网民模糊焦点 纷纷质疑新晋富马爷斗骁 为何不来替岳母亲生 去年20234月 何超连与内地男友斗骁 爱情长跑四年中修成正果 两人远赴巴厘岛举办浪漫婚礼 婚后小两口定居内地 何家女婿或许在拍戏 其实 不仅何家女婿斗骁缺席 而且准女婿Douglas 何超云未婚夫也未曾出境 上月二月底 刚迎来35岁生日的何超云 曾与大12岁演员陈山聪 有过一段爱恨情仇 分手恢复单身后 他恋上月星八万的消防队长Douglas 二人早已认定彼此且求过婚 只差一纸婚书了 此外 独子何有起的小女友 似乎也不在现场 仨子女另一半默契齐齐缺席 身为三房唯一男丁的何有起 戏何超连的龙凤胎弟弟 现任东华三院副主席 他与内地模特前妻其交婚内 育有两女何旭玲何旭心 婚姻破裂后 岁恋上21岁大学生Alice中亚婷 目前正处热恋期 膝下三的孩子 事业 感情皆如意 三太陈婉珍 亦是安享凑孙天伦之乐 一向低调的他 尽管风头不及二房蓝穷英 四房梁安琪一脉 但实力不容小觑 手握澳于15.81%股份及多套豪宅物业 身价超200亿港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